春天涉春石湖长花苞 哈喽 大家好 春天涉春石湖长花苞的季节 怎样才能让春石湖长花苞呢? 之前已经有一个视频跟大家分享过 就是给它控水 控水到什么时候才恢复正常给它浇水呢? 首先来看一下这一棵石湖栏 这一棵石湖栏明显的已经看出它长出的是花苞了 只要它节眼上长出的芽明显看出是花苞的时候 就可以恢复正常给它浇水 这一棵石湖栏差不多每一个节眼都长出了花苞 除了底下面这两个长出两个花苞 其它的结眼长出来的都是三个花苞 这棵石湖栏在去年11月份开始就给它控水 给它控水不是完全的不给它浇水 只是少给它浇水 而此时间是拉长了 正常的浇水大概是三天浇一次水 控水的时候大概是一个多或者两个星期才给它浇一点点水 控水的时候所有的根都是非常干 都是灰白式的 等到它的花苞明显出现之后 就开始给它恢复浇水 这棵石湖栏大概是两个多星期之前就恢复正常浇水 正常施肥 在控水期间它又长出了一个新杆子 看一下这一棵石湖栏 看一下这一棵是在控水的时候长出来的 我一开始还以为它长不大 因为当时没有给它浇水 没想到在没有给它浇水的情况之下 它都能长出这么健康的资格 再来看一下这一棵石湖栏 这一棵是金钗石湖 是早几个月摘下来的一个高芽 没想到这一棵在短短的几个月也长出了花苞 它一共长出了三个芽点 右边这一个芽点明显看见是花苞了 上面这一个芽点跟左边这一个芽点 还没有确定它是花苞还是叶芽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还继续给它控水 看一下它的根都是非常非常干灰白的 但是非常奇怪的就是你看一下它的根间 都是翠绿式的 就说明它还是有水分的 在它控水期间给它浇的水量非常的少 我通常只是在表面上喷几下水而已 给它控水已经有两三个月了 那为什么还没有恢复给它浇水呢 就是因为这边左边这一个芽点跟上面这一个芽点 还没有形成花苞 如果现在恢复给它浇水 很有可能这两个芽点就变成了叶芽 不是花芽了 一定要像这一棵石狐蓝一样 等这些花苞明显出现了 才给它恢复浇水 我另外的一棵金钗石狐就是这种情况 当它长出了芽点之后 因为那个时候突然下雨 下了两个多星期 没有及时把它搬回来 它一半的芽点是花苞 一半是高芽 很多春石狐在它长花苞之前都会落叶 就像这一棵一样 差不多所有的叶子都掉光了 就剩最后的一片叶子了 等它掉完叶子之后 就慢慢的长出了芽点 然后就长出了这些花苞 石狐蓝的生命力非常的强 看看这一棵石狐蓝 给它恢复浇水 大概也就两个多星期吧 看看它在它的头部已经又长出了一个新芽了 看家妈这里长出了一个小芽 也就是说它会一边开花一边长新芽 开过花的老枝梗就不会再开花 这棵是彩虹石狐 很快我们就能欣赏到它美丽的花朵了 推出人绯继续 就做好 那么 sehen 是 哈 你 一点 bend